因為芝加窩說當時是當成律師 其實他是透過貴階協會 然後到那個美國大使館 然後後來是到美國的地步才去找 那想請問一下 所以我比較好奇是 就是為什麼會當時是怎麼跟 美國大使館談合的條件 然後我比較好奇說就是 你們是不是有什麼交換條件 因為我知道當時時機是蠻敏感 因為當時好像是其他人的廚房 然後外一個人就是比較好奇說就是 因為我知道就是在中國 還是有很多代理的聚會 就是Home Church 那就是這些聚會要怎麼樣 包括當局的監控 然後還可以讓那個幸福在中國內進 就是人數比例持續上升 嗯 好不好 台湾關懷出國人前年部秘書長 看要 要 這個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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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麼,然後欠缺什麼東西 那在這種沒有宗教自由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生活或者是價值層面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很好的問題 就是關於陳光蟲這個議題的話 當然就是說可以透露一點外交機密 我應該是第一個把陳光蟲從山莊裡跑出來之後 通知美國領事 我還記著是我爸美國領事 我還沒有直接通知美國做北京的大使館 所以我先通知了我一個在上海領事館的朋友 他還沒有從睡夢中請過來 他當然覺得事情重大 所以我不敢在電話裡說 他就 我能聽得到他打開Skype 然後呢 放到陽台上還能聽到汽車來回 就是要有點噪音 才跟我跟他通報一下 我跟他說 你沒有準備好了 已經出發了 那麼很快 不久呢 就是沒有幾個小時 我就收到美國國務院的電話 就說 不要再給美國駐華的使館 領事館通報 這個事情 現在呢 就是你有一個專線 後來跟我設立一個專線的電話 和國務院設立一個專線的一個人 跟我們這些聯絡 就是要方便這個情況 當然後來的就是說 他建造了美國領事館 就是這些聯絡呢 是由北京的一些朋友們 做了協調 對呀 嗯 我想呢 還是等光成這個書籍出版 哈哈 就是要做一個熱點 好 哈哈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參與了 就是他後來 從理事館 從大使館走出來 到了北京的朝陽醫院 又進入狼窩 被囚禁的這個狀態 對呀 因為當天晚上我跟他通上電話 就是 其實 夜裡就是當美國的外交的高級外交人員 離開他之後 發現呢 美國的領事 美國的從大使到處理國務卿的 這些這個重要的外交官員 就是沒有一個能夠被允許 再次進入這個朝陽醫院 再看望 我們家 而當天晚上甚至 就是連晚飯都這個 不給他們吃了 我打電話的時候 光常民提到了 有孩子都餓得哭了 所以那時候 感覺到事情就很嚴重了 當然 那時候 中共本身呢 也在內部有激烈的鬥爭 那麼國安呢 國安呢 國安部 就是中共康委首國 國安部呢 是希望 也這個判過罪 然後他們就是抓起了判刑 那麼後來也是 那麼看到 我們看到這個情形呢 等於會 就連續兩次 召喚緊急聽證會 出現了這個戲劇行為 當時 你記得我在聽證會上 就接通了 做情況成變化 也是歷史上第一次 有一個 這個 聽證會的眾人呢 一個被聽證會 本來是要為他這個事情 為他的自由做聽證會 因為他沒有自由 結果他卻 玩其聲 不見其人 雖然就是他用他的聲音 把他的訴求向全世界公佈出來 那個聽證會呢 實際上是對奧巴馬政府和中國政府 都施加了極其強大的壓力 希臘國務卿後來也提到了這一點 就是他到達之後 面臨著一個這樣的處境 就是說 譚光宗辦人向美國國會直接作證 那麼他也被迫啟動 重新啟動現在談判 我們知道是第一個 把第一個談判的這個 就推倒重來 那是由胡錦濤最後拍板的 是因為是中央外事小組 那個就是代表出面來做的這個協調 是國安內派了 沒有獲勝 所以這個協調 現在是已經 肯定是全家還在中國的大牢裡邊 是受更大的負刑 那我也覺得感謝上帝 是我們的那個機會 就是說有機會參與這樣一個過程 他的電話號碼 甚至我打 就是原來幾個朋友給我提供的 就是在青春會之前 一直打不通的 這個後來還是一個 倫敦經濟學家的雜誌記者 給我打電話 談一個別的事情 告訴我 我剛才跟程華城通電話了 你趕緊給我電話 對 結果就打不通了 你說是可以說是這個 非常非常間接的時刻 然後 你還問的另外一個問題 下個方解 剛剛有一個問題 對 那個 家庭教會 他們怎麼樣壯大起來 在這樣子 其實這個家庭教會的壯大 你去看《使徒行傳》 就照著那個模式 其實是個舊的模式 是從初期教會開始興旺的一個模式 就是說 使徒的人數從十二人 後來一下子發展到三千人 後來逐步壯大 當初是比別人成為基督徒 實際上是個滅兇 你去看了個教會歷史的 歷史學家 Josippus 那時候當時說 大家 就很驚訝 這些人 為什麼 受這麼大的破痕之下 容然的 發出微笑 在面臨羅馬的皇帝 發出這個命令 就是說 你只要宣告 就是說 耶穌 geometris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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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 耶穌基督 Jesus Christ 是 只要宣告這一句 殺死 那是死刑的 所以羅馬書第四章說 就是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就必得救。 那不是一个今天格里汉开布道会,举举手,然后就得救的问题。 那是说面临着一个生死的情况。 要送到狮子笼里,要被狮子咬死的问题。 要被火放到柴火上,要烧死的问题。 只要你说这一句话,就行了。 Cruyas,耶稣, Christos, Jesus Christ is the Lord. 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当这些众多的围观人看到这些,像这个帕里加的教父,已经87岁了,被送上火柴椎之前, 那么行刑的人还告诉他,说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啊。 只要是你说凯撒是主,耶稣基督也是主,就行了。 人家就没让你否认耶稣基督是主。 平行,两边两条推走路。 这就是很多海外的跟中共起舞的这些教会,说我两条推走路,既跟三字又跟家庭教会。 那时候,教父Polycar就给了这个想法。 只要说Caesars is the Lord,也可以。 凯撒是主也可以。 他说,我已经服侍,我已经在耶稣基督证明下87,87了。 我的主从来没有对不起,没有受,是我犯他,他对我有什么不好。 我有什么理由,否认他的主。 那么在西方用完我们一个叫, If Jesus Christ is not the Lord over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如果你不可能有两个主。 如果耶稣基督是承认是全宇宙的主在,全物的主在的话, 如果你否认这个的话,他就根本不是主。 所以这个,你认清中国的宗教关系呢? 如果从信仰的层面,只用这一个角度看好了, 是不是他是承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呢? 当然,他还是某个党,某个部,某个领导人,某个画像是他的主。 如果他还有另外的主,这个就是他最终的妥协的产物。 那我想这个扎天教会的复兴就是建立的这个角度。 当你看到2002年的湖北友谊权教会,17位教会领袖全部抓起来,五位被判死刑。 这是我们对华人律协会当时诞生,2002年。 是2001年的圣诞节被判刑的,五位判死刑。 当时我们帮他们聘请了58个律师。 那时候,维权律师都还没兴起,我们要花高价,把清徒律师过去给他们辩护。 这是好多的律师啊,好多还是无声乱的律师,后来被受到震撼。 因为在庭上,这些清徒大部分都受了酷刑。 有的我们都,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录了他们的相,都有亲笔的这个,就是他们写的证词。 有一个姐妹,我们救了她到美国,就是脱光衣服,被酷刑全身垫,包括隐私的部位。 当她在最痛苦的时候,她呼求主,她说,主啊,为什么?为什么? 她说,我不愿意否认这名,你把我驱途我的生命了。 在她苦喊的时候,电警官就插到她的嘴里,当场就昏倒在地。 被拖到警察的医院,连那些警察医院的护士都对那些押了,把她拖过去的人说,你怎么这样做? 这个女信徒叫刘仙芝,如果你们能带她去延安博世界人,在日历网站上去做个账户。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信徒有的就是当场把袖子挽起来,把衣服当着法官的面,绝不跪下,绝不妥协, 也向当情出示他们身上,偏偏的伤疤和胃闷。 这种信仰的力量,这是震撼人心的力量。 像这一个,并且很多在情上的时候,并没有发出咒诅的声音, 容忍为逼迫他们的祝福,为他们祷告。这是一个他们复兴的原因。 另外一个问题是,家庭教会和其他宗教之间的连接。 基于中国的打压政策,就是说,你连定点定人定骗,连自己摆宗教的都还定骗。 你要跨宗教去联合,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事情。 这个当然是变成一个,他会把你视作是政治上的,就是说,你要搞串联了。 这个会有更大的,更严厉的后果。 从前这种联合是很少的,包括新教信徒跟天主教信徒都有很少的连接。 但是,从维权律师的运动上来看,我所知道的一些基督徒的维权律师,倒是有很多的连接。 他们是勇敢地提出来被受惑害的藏人辩护。 有许多,像李士兵律师、张天勇律师,都为无数的法兰功的信徒,也去勇敢辩护。 当然,在中国大陆,法兰功这个议题本身属于禁忌议题。 所谓禁忌议题就是说,正当政法委规定,不容为法兰功进行法律上的辩护。 剥夺了辩护的权利。 所以你一旦处到这个底线,最轻的处罚是实力下落。 律师下落,就是被吊销执照。 所以像张天勇律师,李苏宾律师,所有都被吊销,就不能够职业了。 而最严重的,当然我们知道的,也是同样的基督徒,是高智慎律师。 他作为先行者,可以第一个站出来挑战中共对法兰功残酷的镇压迫害。 亲自他去访问,写报告,向中央上书。 其实他做了一个中国公民或者中国的律师本职内该做的事情。 从他自己本身来讲,也不看作自己是一个英雄的人物。 你访问过他,他只是做了一个他讲出来的真话而已。 我是鼓励,这些家族教会的,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发出声音的。 因为我们如果倡导religious freedom,就不仅仅指的是, religious freedom,就是宗教自由,只是为某一个全体的自由。 所以我才对共产党的这些干部,我也跟他们讲说,我们唱作的是, religious freedom for all。 是一个包括传播无神论的自由, 理由共产党也可以传扬你无神论的自由,所以也保护你的自由。 所以如果你去我们的网站,叫monitorkina.org, 那边我们基本上就把所有受迫害的, 从各个宗教团体的案例都在上面,每天都有公信上传。 那我们的chinaina.net是我们中文的,主要是一些维权案例, 还有针对家庭教会的一些迫害案例,都是很具体的个例, 所以如果你说你要去,那些从中国大陆回来,走了一圈, 然后在南京、北京和上海这三次几个宗教的总部, 让他讲了一场道,参观了一下他们的程序院, 回来就说,哦,没有这个宗教迫害啊。 那你就可以上去我们的网站, 把那些阿里木江的监狱,高州圣文监狱,这些地址,都告诉他。 你下一次去的时候,请你的host,去往里安排一下, 去访问一下这些人,看看有没有破坏。 因为你要亲自验证,才知道。 他们在里边,过着皇帝班的生活,肯定是没有渡假破坏, 只是进去像王立军一样,是渡假式的修用, 渡假式的修用。 我们可以知道自由, 新大生治疗而已。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个提倡的领导。 这刚好跟中共,中共一群名言有关, 就是没有调研就没有说话。 对,对,没有调研,没有发言权。 对,对,没有调研,没有发言权。 第三个问题是,关系到经浅,没有宗教自由底下, 中国民众精神产品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所谓的非白品,信仰的缺失和真空, 也是在中共多年的60多年的党文化。 有的说,毒奶粉,党的毒奶粉,是狼奶长大的。 狼奶长大的,确实是有狼的,很多都变成了狼的品性。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排毒。 很多说,陆生来到台湾就是排毒。 这个排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是一个人性的信仰上的洗礼。 那比如说,我觉得最大的缺失可能是爱心和诚信的缺失。 你会看到,在六月份的时候,南京竟然有一个三岁的一个一岁的小孩子, 两个女孩子被活活的饿死。 发现的时候,在家里,两个小孩都已经是体肚单了。 甚至发现,两个小孩又趴到厕所去吃东西。 所有的家里都该,那小家自己身体。 就是说,很恐怖的。 今天因为她的父母,其中可能父亲是被抓进去婚里有毒瘾。 按照中国的法律,如果父母不在,那应该是交给民政部门。 那不是共产党有民政局吗? 也有这个郭尔人案吗? 关了两个小孩。 这个是在政府官员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活活的饿死。 现在就是一批微信律师去追溯根据信息公开的相关法律, 让这些居委会派出所公安局执行者公布他们为什么当时没有执照。 个个都在听说,这个不是我们的事,这个是他们的事,这是他们的事。 比较爱心的确实。 去年发生了那个小月月的事件, 有一个小美牌在路上被汽车撞倒。 那个汽车正好是被一个摄像头摔下来的。 汽车竟然撞倒之后,已经知道了,还要再演一遍。 结果路过了,有多人知道有路过了多少行人。 十八个,是十八个。 十八个行人。 我们看到每个人的, 就是说,都看到了, 那个小孩在那里, 那个小小孩, 卑鄙在那里挣扎。 都翻翻地离去。 圣经上说, 谁是好撒玛利亚人? 谁是好撒玛利亚人? 没有好撒玛利亚人。 这一步还是一个简破烂的老婆婆, 把一个小弟子抱起来, 赶紧放到路边, 免得车再过去。 会免一遍, 再去到处喊她妈妈。 活活的小声音。 这是对一个民族的, 对一个整个人性的良心的考验。 为什么这样确实? 我觉得这就是过去老奶的成果。 这个老奶的独性发作, 已经读到所有的, 浸泡了所有的人性。 因为有的人还辩护说, 如果他去救, 可能他的父母要抓住他, 让他赔偿。 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有一位老婆婆, 好像老大有人, 去把他扶起来了。 结果他的孩子, 要这个人赔偿, 把他送上法庭。 所以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课题, 诚信的丧失就共被讲了。 这个缺乏西方我们讲的integrity, integrity, honesty。 很多从上到下, 从政治局常委的嘴里, 哪一个是真的? 都是说, 所以中国大陆老百姓叫, 我们希望活在中央电视台里面, 活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面。 因为节目里面都是欣欣向荣啊, 每天一片行事大好, 连空气也都是很清新的。 但是, 事实呢, 一切都是假的。 连天气又忘了都是假的。 因为超过60度, 超过40度, 根据劳动法就要放假了。 所以一直就会发现39.5度, 绝对不会让你超过, 带热的天气, 它不会让你超过40度。 这里边呢, 就说已经是一个产生了极大的重庆的缺失。 我遇到了原西方的美国, 遇到了很多美国的商人, 都去跟我讲, 都甚至让我去聘请, 帮他找律师啊, 被骗。 很大的有些跨国公司, 就是说, 成千上百万上亿的人, 就是说, 被骗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说, 需要以待才能把回来的。 我想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两个领域呢, 至少, 我认为, 就是说, 我们在信仰上, 应该去积极地, 去帮助, 去恢复。 其实说, 现在, 所谓的国富民强, 所谓的, 就是说, 国富民强, 大部分的制裁, 都是集中在一小部分神的手中, 也是导致, 就是说, 人对人都有信任的, 都是要constant, 都是要急功近利, 小看的效果。 就是说, 骗一次, 赚一点钱, 不想到有什么别的后果而已。 所以, 大到一个面子蜂虫, 从盆川地震, 为什么死的大部分都是小学生呢? 你之后, 艾薇薇为什么被抓呢? 艾薇薇的前的, 跟他的合作伙伴一个, 四川的作家, 谈作人, 为什么被判刑呢? 他们其实当时, 没有想去中华共产党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为了寻还原真相, 去四川、文川那边, 艾亚亚互访问这些家长, 记下这些被压死的小学生的名字。 他没有建立一个什么专项调查委员会, 什么中党维权联盟, 都没有啊, 仅仅是为了去知道他们的名字, 结果被酷刑, 被呼吁, 真相受到掩盖。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很久的努力, 我们恢复, 对我们的幸运感, 我们的确实有。